38岁地盘水电工人黄生打算今年和女友买楼结婚。资金有限。找到一个实用156方尺的红磅39年楼零的劏房。以价后以226万元成交。 签临约前我和经纪确认三样东西,单位是不是分契楼,有没有做过大维修,有没有签建,经纪再三确认无签建。不是分契楼,做过大维修,我先落票。签临约后,经律师楼向管理处查询。 获释原来2015年大厦收到屋宇柱要求强制验楼和强制验枪的指令。拖延至金仍未进行。我现在最担心上了会就是面对天价大维修不知道多少十万,其后邀请律师杨浩然帮助黄生。 最终黄生以维修费用未能达成共识成功取消买卖合约并退回所有订金。综合多名业界人士意见。归纳了买旧楼五大衰支。黄生今年5月在网上楼盘平台看见一个实用188方尺的单位。 叫价288万元。经WhatsApp接触了地产经纪W小姐。W小姐回复该单位已受。 随即推介另一个位于红磅某单栋楼单位。实用156方尺。叫价250万元。 以价后以226万元成交。成交一个多月后。他接受访问屁头就说,今次买楼好像落了个天仙局。 被人骗了。他称,签约前我同经纪确认三样东西。单位是不是分契楼,有没有做过大维修?有没有签建,经纪再三确认。 不是分契,做过大维修,无签建,我先落票。签临约后,他到律师楼落大定。 并委批律师楼向管理署查询。乐园大定后财获管理署回复指。 大厦2015年收到屋与储要求强制验楼和强制验窗的指令。 但至今仍未履行相关指令。 他无奈称,这栋楼都三九年。 我好担心大维修要承担好大费用。 黄生提供一段与经纪W小姐的对话录音。 对话中听到经纪W小姐被黄生追问当晚确认了大维修时。 他回复,做过大维修价啦。 对话中他提及做了大厦维修。 不代表不需要验楼验窗。 要问下法团还有没有盈余。 如果还有盈余,到时不用夹很多钱。 由于单位有租客,未能进入单位。 但黄生获式大厦未履行强制验楼及验窗指令后。 再落现场视察,后楼梯每只窗都是烂。 我问过些人,原来验一只窗成万元。 有两堂楼梯,三十几只窗,五十几户除翻开。 每户不是要六七千元,验楼过度就不知道怎样。 但问回街坊,暴升降机经常坏。 消防系统经常误明。 外场有可能很多列民。 后楼梯有很多烂的地方。 我不知道要给多少十万去处理。 问负责处理合约的律师。 他又说合约是同卖方之间的协议。 没得话地产代理同我说过有做大维修, 而原来无做维修去踢契。 我好彷徨,首期比赛,手头上流动资金剩余好少。 原本想着搬进去都是这样二游下游, 买张床进去就住。 从来无遇过一笔钱作为额外维修费用。 他曾亲身问该下住户, 获回答指大厦从未做过大维修。 其实屋宇处官网提供, 验楼验窗通知搜寻系统。 任何人均可在网页查询本港物业是否接获相关指令及进度。 记者透过该系统搜寻。 黄生买入单位的单栋楼于2015年8月28日 接获强制验楼及强制验窗通知。 目前仍未遵从指令。 为何落定前? 不做定供货,作为买家本身是否有责任, 单位成交价仅226万元会否有服? 有没有找亲戚朋友帮忙, 黄生认为以尽最大努力。 问过朋友说这样的情况, 有租客无留看,有什么风险? 最多可能水喉漏水, 有什么钱见自己拆了它咯? 仅226万元。 近大酒店,只相差两条街。 绝对是便宜的原因之一。 他称,我身边的朋友一早买好楼, 他们都很顺利, 不叫我去演绎行个圈。 到时问清楚问题, 再深入的问题不知道可以哪里查。 政府有没有什么指令到这刻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5月落定, 成交期三个月, 这段时间慢慢失眠。 他认为, 今次买楼被地产经纪误导, 于是向该经纪提出取消合约, 拖拖拉拉一个多月都没有确实回复, 就在接受访问前一晚。 经纪W小姐约他7月1日签订取消临时买卖合约协议书。 心动想去签, 他催我, 令我觉得今天7月1日再不签, 就不再帮我跟任何东西。 我心好乱, 昨晚约我今天要签, 但连份草稿都未被我看, 他说今天签不到, 就交由律师楼去搞。 7月1日上午他收到由经纪W小姐代理行发出的取消临时买卖合约协议书。 内民只因买卖双方就此单位及大厦维修令和费用之责任未能达成共识。 双方同意无条件取消合约。 他说经纪W小姐要求7月1日下午午时或之前签署该协议书。 黄生的访问约4时许完成。 被问访问员会否去签署该协议。 他就起眉头说, 我答不了你。 我心情好乱, 他担心后果及责任。 希望寻求律师提供意见。 记者随即将黄生情况告诉律师杨浩然。 杨律师透过电话回复, 不要签住, 并相约翌日到律师楼会面。 提供免费法律意见, 翌日,黄生与律师杨浩然会面。 杨律师问黄生, 想成交, 还是不想成交。 黄生斩钉截铁回应, 不想成交。 杨律师觉得黄生被地产经纪误导, 因为他有问过经纪, 该大厦有没有做过大维修。 而经纪答没多久之前有做。 一般人理解短时间不会再进行大维修。 黄生可向地监局投诉经纪。 另外巡民是索偿, 不过杨律师建议, 首先处理取消买卖合约的协议。 杨律师表示, 一般情况, 物业买卖按现状转售, 单位内隆是企理或残烂, 买家均要接受。 不过, 物业买卖其中有一项条款是物业没有业权负担, free from encumbrance. 职业权没有瑕疵。 曾经有按例是维修令是否属于一项瑕疵。 最终裁定维修令会影响业权。 维修令责任随属的分界线在签约前或后。 签约前发出的维修令通常是原业主的责任。 签约后发出的维修令是买家的责任。 通常临时买卖合约都没有列明此项条款, 到正式买卖合约才会列明。 维修令责任随属经常存在争议。 但一般是原业主的责任。 因他承诺卖出的单位的业权是没有瑕疵。 杨律师建议, 黄生可以以物业业权存在瑕疵为理由, 向卖方提出取消买卖合约的协议。 他补充, 取消楼与买卖合约仍需要缴付印花税。 其中一个情况以可获退回印花税, 就是事业权存在瑕疵导致成交取消。 可委聘律师以此理据取消楼自买卖合约, 同时向税务局申请退回相关印花税款项。 对该经纪赞社的取消临时买卖合约协议书。 杨律师不委言, 有少少稳笨, 并为,望落似乎买卖双方同意取消, 互不追究, 但看清楚原来加了个条款是买方, 卖方及双方代表地产代理公司均不可再作任何追究。 换句话黄生不可以追讨这个地产代理因为疏忽而导致的损失。 经纪在这儿撇除责任, 所以我觉得无必要这个阶段签这份协议书。 黄生获洋律师意见后放下心头大石, 放松了, 原来我不需要再承担责任, 以及真正可以取消交易, 及后他透过早前委聘的律师楼向卖方提出取消买卖合约。 但他的律师楼稍作修订, 以维修费用未能达成共识处理, 最终获卖方接纳, 订金于报道前已取回, 现正向税务局申请退回涉及约2.6万元的印花税款项。 他亦向地监局投诉经纪W小姐, 为疫情影响, 落口供一再延期, 截稿前未定日子, 记者向经纪W小姐查询。 他表示, 无回应。 若案件证据充足, 经纪W小姐会受纪律处分, 包括分界、 罚款等, 最严重会被钉牌。 同时经纪W小姐也有机会被黄生追讨赔偿。 不过资深投资者吴隆飞认为, 其实使什么感激呢? 验窗每户2.3千元, 验楼都是2.3千元, 1万元楼下什么都搞定了啦, 再者就算大维修。 如果火数多, 每户夹可能10万8万, 将来升值可能升2.30万。 解, 他,黄生, 几人休天, 买得栋楼预定十凌万维修, 就算真是维修, 无钱就籌其咯, 出面也有不同之助。 而且维修往往分歧, 他又指出, 验楼验窗并不等于大维修, 完全是两回事。 很多旧楼都要验窗验楼, 但不代表要搭棚做维修。 香港公正行技术总监蓝达明表示, 一般强制验楼每户涉及费用2千多元, 验窗每只由200元至500元不等, 视乎大厦窗户数量, 按目前该单栋楼共53伙计, 两项检验费用估计约10万元。 不过市场竞争大, 部分顾问, 建筑或工程公司以教评报价招来, 取得维修项目后才从中取利。 现行法例, 屋宇处向楼宇业主发出 强制验楼或强制验窗的法定通知后, 业主有法律责任为楼宇或窗户进行检验和修辑。 任何人如无合理辩解而不遵从 强制验楼的法定通知, 可被检控, 一经定罪可处罚款5万元及监禁一年, 及可就经证明并获法庭信纳该罪行持续的每一天, 令处罚款5千元, 综合多名业界人士意见, 事次事主黄先生应于落世定前就可向法团, 律师及查册等了解心仪物业是否有大维修, 修辑令或清策遣件物等等, 不应该到落大订后才作出查询。 而事实上黄生把验枪验楼与大维修运为一谈, 即使有验枪验楼指令, 不代表大厦需要大维修。 其中, 反围标大联盟发言人张荣辉表示, 消费者可向该大厦法团或管理处查询物业是否正商讨或将进行大维修, 同时亦可委聘律师作相关查询, 现综合多方意见, 归纳买旧楼五大需之余下, 一,向法团或业委会或管理处查询该下有没有商讨或筹备大维修, 二,必须查册, 册内通常显示大厦及单位有没有牵涉任何违例, 维修令或收纸令, 欠管理费, 抵押等等, 三,留意物业周边环境, 特别注意有没有邪波, 若邪波权责属于大厦, 日后维修费可以很恐怖, 四,留意大厦火数, 火数越少, 劫起钱上来越大获, 五, 签订临时买卖合约定立大厦维修费权责的条款, 例如成交前已接获支付大厦维修款项第一期通知, 由X方负责, 若在成交后则由Y负责,